大家好 你請你現在把手機 或者是打開電腦 打開了YouTube 然後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一個動作都不要少 那你如果自己訂了 沒關係 問一下你周邊的朋友 有沒有人訂 拜託幫我們拉拉票 今天這個調查局長 真的讓我對政府的官員 大大的改觀 我一直覺得我們現在的官員 都很少人說實話 但是調查局長今天 在昨天在立法院的時候 講了一個 可能我覺得真的是 他從內心裡面 自然而然自發出來的 一番老實話 他坦承調查局裡面 真的有很多白8減1 因為此度關係 我也不能直接講 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其實調查處戰散佈在全國各地 我們所以說 蘇大必有枯枝 人都必有白X 我們也很難免說 有同仁會有違法或放棄的 我個人認為NCC應該要發一個喊給調查局長 因為你發喊給大白話說 白X是不能講的 那局長怎麼可以在國會電堂 公開的用這兩個字眼 那這個局長我們有人說要給他最佳誠實講 但也有人講說 他口出了不雅之言 應該要給他一個警告 看網友喜歡哪一個 有這個再來一個 加1或加0 那他講的話 剛剛已經特別講過了 說調查局現在問題很多 但是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我也沒辦法啦 數多必有枯枝嘛 人多一定有白八減一嘛 就意思說我沒責啊 不是我領導無方 是人多就一定會有這種人啦 調查局多難考啊 他們起心進去七萬耶 就是這個人中榮鳳 怎麼可能會變成是白X 調查局各是大家說 因為他有兩大問題 第一個是這個人家做筆錄 當著面就把筆錄拿走 影印還帶走 居然都不知道 匪夷所思這個過程 應該要公布監視器 因為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他說沒關係 我們這個深自檢討 怎麼改善呢 我們要求調查人員 要全程 全程盯著 譬如說像有志哥 是我的這個證人 又或者我要調查的人 我就要這樣 有志哥 你要幹嘛 就要全程的watch他 這是他們想出來 就可能也沒有別 不知道怎麼檢討 只好這樣子 另外一個是因為他們毒品 有不見了 被憑空消失 而且是市價千萬元 所以他不是一點點毒品 是市價千萬元 也不見了 他說好 沒關係 我們用一個現代科技區塊鏈 我是不知道什麼 區塊鏈還是說你這批貨 我會有這個數位化 來掌控你的行蹤 難道現在是怎麼樣 是刻在竹子上嗎 不是早就應該這樣做嗎 當然講的事情包括林黛化 因為他被調查說 他政治獻金有問題 所以他們調查局約了一個證人 結果這證人趁著一個美女 檢察官低頭滑手機的時候 把這一個調查的筆錄 拿走了去影印 然後帶去 跑去林黛化那邊 跟他講說我這個事情 但是這個過程 每個文字我都看得懂 但真的好難想像 這一個畫面 那後來還說這個 還炸到另外一個話題說 他的外號叫小隨堂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調查官 但是調查官小隨堂 你的主管說你是 那另外一個剛剛講到 調查局的航站 航基站有掉了6.5公斤的 安非他命 6.5公斤真的是很大 這個是很嚇人 市值超過千萬元 莫名其妙就不見了 那更離譜的是這件事情是 別的單位在調查 一年後才查出來 中間掉了就掉了 也沒人知道也沒有懲處 後來在調查過程中 又發現說 他們這個單位的組長 一個姓徐的組長 家裡面去衝到他家裡面去查 輕輕鬆鬆就找到了 五千萬的現金 現金 還有非常多的勞力士金表 跟十幾個名牌包 嚇死人了 你們做情資的 難道自己人貪污的錢 人貪污都掌握不了嗎 有資格怎麼看 我只能說民進黨執政 尤其堅哥最愛的蘇貞昌 嚴冠婦出狗餐 這就是管理學不會管的 我們這邊沒有那個牌子 可以舉抗議這樣 嚴冠婦出狗餐 蘇貞昌管得嚴 堅哥你也承認 冠嚴冠嚴 你沒管得到就是這樣 我真的覺得 你把公務人員全部罵傻了 我跟你講 李文中 就是說根本就是上行下校 有樣學樣 從民進黨政府上來 先是年金改革 粗暴的 年金改不改 改 粗暴的讓這些公務人員 沒自信 再來蘇貞昌 叫警察好像叫保傳 那邊去那邊去 你上從公務員到警察 一直到現在調查員 全部都是公務人員 我上次有講過了 從年金改革以後 公務人員底下根本沒有士氣可言 沒有士氣就算了 你再來一個酷吏叫蘇貞昌 所以這些官全部被罵傻了 包括李文中也是 為什麼講出這種話 因為我領導不會 叫他跟耀樓你的 不就是那個態度嗎 我不會帶 不然要怎麼樣 他們就是爛 怎麼能怪我 怎麼會講出這種話 數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 這個對不起NCC 我不會犯那個錯的 你講這種話 你等於讓所有調查員 展報山莊出來的 隨隨便便 警察七序列的 都是七序列以上 要拚十幾年才做得到的 展報山莊一出來就七萬八萬 就是九指等 八指等 九指等 七萬是二十年 聽的後來有沒有比較高一點 我不知道 可是一出來就是八指等 這麼難得的一個 結果被你罵成這個樣子 那是國家的精英 台灣的CIA 你自己罵到這個樣子 你以後叫這些人出去 怎麼去查案子 你CIA會跟你抗議 對不起 等級不同 他就是我們台灣的 真的該做CIA那種角色 被我們尊敬的 結果現在被一個局長 罵成這個樣子 這局長該下台了 整個亂七八糟 然後你看看這些 難怪林黛化最近不覺得 他脾氣很大 昨天把王美花罵得跟臭頭一樣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 你看看你現在 加上他現在處置的手段 什麼做筆錄的時候 眼睛跟眼鏡 沒有接觸 這本來就在裡面了 我直接講了 蘇貞昌你該讓李文中下台了 因為展報三張出來 第一個信條 團隊信譽 今天局長已經沒顧團隊信譽了 這種局長 你還讓他留在調查局 我跟你講 以後你案子都不用辦了 好 特別聲明一下 雖然每個段落 兩個題目是有相關的 不代表我們在影射 下一個是白八減一 然後看一下陳柏惟他現在 今天又出現在立法院 也不過三天前他在立法院 罵著這個國防部長說 你一定要講台語 如果拒絕他講台語質詢 你就是阿爸啦 你就是阿爸啦 而且還信誓旦旦說 我下一次質詢還是要用台語 今天完全變一個人 沒有啦 我從頭到尾就沒有說 一定要台語 我從來沒有逼迫人家 我也沒有叫人家去學台語 變很多 來看一下前後的差別 你有夠阿爸啦 我沒有阿爸 你有夠阿爸啦 我沒有阿爸 今天如果發國人 請你家你會叫什麼 你會叫中文嗎 看得很清楚楚 你請反應 我尊重你 你尊重我要這樣 大家可能有一個誤會 其實我從來沒有 別人家學台語 或者是聽不懂得 我應用台語跟他講 很多人盯著他今天的質詢 非常非常的不習慣 因為他實在太正常了 一切如常的認真地在問 這個馮世煥的事情 那陳柏惟他對戰 不算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殺到台中 要帶起3Q的這個高潮 但是他告訴大家 挺Q換倫就亞中 他喊出來這個口號 那當然今天陳柏惟 對上了退伏會主委 馮世寬 馮世寬現在 這個越來越受到大家的歡迎 真的是真性情 他說我希望陳柏惟 不要逼我講台語 我今天沒有穿西裝 因為他最有名的就是 立委在跟他挑釁的時候 二話不說 一秒就把西裝脫掉 也要去搶 要跟立委訂高機 他個性真的很重 不過現在真的是完全 比較不一樣 他很有趣 他說他原本講到差一點哽咽 他說我實在沒有時間學台語 因為退伏會就是要面對 這些農民卑卑 農民卑來自這個中國大陸各省份 他說我要學山東話 廣東話 福州話 還有人是新疆來的 西藏來的 我要學這麼多 真的沒有時間學台語 來聽一下他示範 他學的哪些 福州的國語很好聽 講兩句好不好 好 比如說福州講 小小的一杯酒 滿滿的心意 小小的一杯酒 小小的一杯酒 滿滿的心意 滿滿的心意 像廣東人就講 雷好牛 傻的雷 你很漂亮 我喜歡你等等 我學了各種方言 講完了農民都會擁抱我 他覺得我很親切這樣子 好 當然3Q 現在變成全國性的話題 在幾天之前蔡依宇 她秀出了他們嘉義的身分證 他說當然嘉義的立委 一定要挺他 為什麼嘉義的身分證字號是Q 其實這是害他 因為其他人 比如說像台中的身分證是B 那我是B的 我就不用挺他了 跟Q無關 你這樣其實是害他 那當然你說講到台語 現在剛好有個媽媽 上網路抱怨說 現在國小的教科書 已經弄到他不知道怎麼教了 第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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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意思是媽媽覺得 他沒有辦法唸出來 但是五歲的小孩 其實五歲應該不是國小吧 幼兒子眼 反正他五歲的小孩 就笑他說 媽媽這個這麼簡單 你也不會 讓這個家長現在 原本不會台語的人 會覺得壓力很大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發現 林長佐跟3Q 有一個共同之處 就是他們被狂嗆 狂電之後 他都變得比較正常 兵哥怎麼看 其實我必須講 台語這個東西本來 如果人能夠多一下語言能力 那如果你想要推廣 比如說像陳柏惟這樣 他一直口口聲聲講說 我沒有強迫人家 我也沒幹嘛 我只想要推廣台語 希望人家聽過我的台語之後 會想要去學台語 那我就必須想 第一個 那陳柏惟你的台語 是不是要講得更標準一點 因為我聽過 雖然我自己推廣不好 但我聽過很多人都講 他的台語其實講得也不是很好 特別一些國... 他都是國語硬翻成台語 有的時候文法不是很像 原始的台語的講法 那第二個 你是不是選錯委員會 你應該去教育文化委員會 你在國安外交委員會幹什麼 你這麼關心台語的教育 你不是應該去教育文化委員會嗎 你是不是搞錯對象 那我也跟你說 他今天為什麼比較放軟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他本來想洗臉秋口症 結果想要趁機突顯自己 結果沒想到 反正自己被洗臉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自己是正在等著 被人家罷免的人 你還搞這種事情 不是讓自己更糟糕 所以他今天對馮事官 當然相對比較客氣 而且馮事官大家都知道 之前他脫了西裝 就直接準備開始幹的人 難道今天他雖然沒穿西裝 那陳柏惟你這樣對他的話 你覺得馮事官會怎樣 邱國正都映成那個樣子 你覺得馮事官會怎樣 他今天那個背心其實更好脫 對啊 其實說真的 根本不用說 背心就不用脫直接衝過去了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 馮事官他也不敢惹了 所以我覺得 一定有高人指點陳柏惟 叫他比較低調一點 因為你畢竟是被罷免的人 你要高調的時候 要突顯自己政績 有一個高人提醒他 是啊 就王浩宇啊 王浩宇用自己本身被罷了 過來人的經歷 但是王浩宇的經歷 那忠顧可以聽嗎 這我看他聽的也是剉剉 忠顧可以聽的話 那個什麼也可以吃 對啊 所以我看陳柏惟現在 有點兩難 但是我一直在說 這個人忍不住 忍不住會想要高調 想要突顯自己 你看他講那個什麼口號 挺Q換輪就亞中 這個你拜託你講話 有點邏輯好不好 為什麼很多人說他草包 他講話完全沒有什麼邏輯 請請教一下 你是忘記 張亞中才剛發表言論說 他要去參加3Q 要把你罷免掉 他就付出第一站 對 所以你到底在說什麼 你到底搞不搞得清楚 你以為胡說八道一堆 就會有人支持你 所以我真的太多了 你看 不只是陳柏惟自己炒包 那個蔡玉瑜自己 本身也是個豬隊友 你根本是在弄他 我覺得 很提醒大家 對 其實我覺得你們 是不是屍體下有仇 所以你屍體下要把它弄掉 不然的話你提這個 什麼鬼建議我真的覺得 很好笑 那最後我必須講 江還是比較老的 林長佐畢竟是 人家混樂團混得很久 而且政治之力比這個 陳柏惟要強多了 你看人家現在突顯什麼 我在衛民喉舌 我在幫我自己選民服務 那當然第一個 因為他過去選民服務 做得也不好 所以他覺得要趕快補 那另外一個 陳柏惟你這個時候 你要趕快回台中 第二選區 趕快去至少 裝也要裝一個 也要演一下 假裝你在選民服務跑得很輕 你如果不這樣做 每天在那邊 打這種嘴炮比戰 我老實講 你10月23號 真的會被罷免掉 媒體爆料 蔡英文在中常會有講到說 未來六都的提名 要由他一手掌握 真的嗎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